这段无声的影响是李小龙生前留下的唯一的一段实战画面 在当时震惊了美国的武术协会 乃至后来被反复研究 可终不能解其中玄机 究竟是什么令西方武术界深深困扰 这段对决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1964年8月2日 长堤空手道大赛 一席黑衣 一幕年首 中国人第一次惊艳两项 单手二指俯卧称 无影拳 寸进拳和连环飞踢 这个一出场就寄清四座的表演嘉宾 就是24岁的李小龙 关于李小龙真功夫的传说 可谓是数不胜数 尤其是关于他的速度之快 据说他一秒之内就能打九次拳 提六次腿 他的绝招是在空中连续三个角度踢腿 人称李三角 在拍摄电影唐山大雄几间 有穿晕脚之称 西次未免泰拳王的查尔铺 前往泰国曼谷挑战李小龙 意外的是 名震八方的泰拳王 被李小龙自创的这招连环三角 分别踢中腹部 面部和太阳穴 在十八秒内即倒地步骑 此战为太拳帮一升为一百计 也证明了李小龙的实战能力 李小龙的电影在放映的时候 动作已经被做过放慢处理 也就是说 他实际出拳的速度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快 而让美国人大惑不解的 长滴空手道大赛上的表演 玄机其实也是在于李小龙的速度 这段对决实在是太短 美国人弄不明白 李小龙怎么就能连动作都没有 就把对手掀翻在地 很多人都曾经慢放过这段视频 但李小龙的出拳实在太快了 连摄影机都几乎捕捉不到他的拳法 对手看不清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仅仅两周 李小龙便忍着巨大的痛苦 开始在病床上进行复健训练 半年后便又生龙活火地回到了他的武馆 让他的主治医生目瞪口呆 说从未见过意志力如此强大的人 与其说截拳道是一种功夫 更不如说他是一种哲学 是一种思想 截拳道代表着武术 精神 万物法则 都可以荣威一体 万法归一 李小龙还反对派别之分 称他的截拳道无门无派 他曾说门派让武术产生了隔阂 分散了力量 他在美国开设武馆 广纳洋人学徒 招致了其他门派的不满 一些甚至打上门来 然而李小龙我行我素 在他的武学殿堂里 功夫是发掘人类潜能的修行 早已挣脱了国家 种族和肤色的进攻